政府宣布同住同住的外傭可以参加全民检测 至于为转工外傭做的免费检测明天开始接受登记 星期二开始到港湾道体育馆採养 曾永三报道 礼拜日外傭放假继续在中环聚集 之前有外傭确诊个案 雇主都担心外傭经常出街会不会受感染 政府宣布同雇主一起住的外傭都可以参加全民检测 完了约等着去新雇主家庭上班的外傭 就可以星期一起朝九晚九 打去热线1836133预约做检测 外傭要去湾仔港湾道体育馆先採样本 星期二起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开放 运作到下个月三十号 至于早前有多宗个案和住宿舍有关 政府之前也宣布会要求提早团约 申请缓雇主的可疑个案直接回原居地 有中介公司说现在在宿舍大部分个案都是提早原约 什么叫可疑个案呢 雇主不要被人炒那些 那些是占成七八十个百分之 而完全这些工人都不可以在香港转工 那就是说我们就少了成七八十个百分之生意 以后很需要工人急需要那些 又如何去哪里找工人呢 雇主角度就觉得新措施对双方都有好处 因为已经是有外融不断地宗旨合约意图 是将工资提高的 因为外地没得来 少了一些松涂约的外融的时候 那变成了令到雇主都不会立乱去 将自己的外融中止合约 容满山而估计如果外融有合理解释 提出中止合约 又或者外融是因为雇主申故 或者有经济困难而断约 都不会被直接要求回原居地 有线电视机正在针泳山那里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